大廈的機密來到地上暫臂 又覺得不舒服的住客抱著狗 由救會員陪同送上救護車 示範於星期二的凌晨 石傑美村美兩樓三十多樓的一個單位發生火警 並且冒出大量的濃煙 消防捷捕到場 並派出多隊燕舞隊及搜救隊人員 協助超過200名住客疏散 同時開後管救將貨救息 在火警期間 最少有四個居民吸入濃煙不息 需要由救護人員治理 據了解 起貨單位護主是一個獨居男人 警方說經初步調查 相信是單位內的電動單車電池短路 引發今次的火警 火警起因無可疑